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金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海贼王中有什么谋士才能 用了谬手回春的死亡外科医生 特拉法尔加,罗 死亡外科医生这个名号听起来挺矛盾 但放在罗身上却再合适不过 曾经痛恨世界,而后被人拼死守护 为复仇而活 向死而生的经历赋予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罗在湘波地群岛首次亮相时 没有其他人那么花里胡哨 当时赏金两亿背离 跟陆飞同属于十一大超新星之一 外表看起来云淡分清 时常露出腹黑的微笑 有点邻家小哥的气质 在奴隶拍卖行,被海军包围 与陆飞基德有过一次合作 使用手术果实能力,将海军玩得团团转 在顶上战争快结束时,再次露面 作为海贼王的有力竞争者 他却突然出现救了陆飞 随后护送陆飞在女儿岛避难休养 顶上战争之后 各大超新星都已经进入新世界争权夺势 他又悠哉悠哉,等待时机 这一系列迷之行为都让人有点捉摸不透 直到顶上战争两年后 在庞克哈萨德与草帽海贼团偶遇 有关于罗的谜团才开始逐渐清晰 那时候,罗已经顺利成为王下七五海的一员 而获得认可的方式 是将一百名海贼的心脏取出来交给海军 死亡外科医生的名号愈发响亮 只是,如果没有那场浩劫 罗本可以成为一名更普通 也更加幸福的外科医生 罗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四口之家 父母都是医生 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 只是这份温馨在罗的生命中 就像一闪而过的流星 美好而短暂 罗所在的国家叫做弗雷凡斯 这个国家的植物和地面 都呈现出仙境般的洁白无瑕 所以也被称为白色城镇 人们发现弗雷凡斯洁白无瑕的原因 是地下生产一种叫做博迁的牵矿 博迁不仅可以用来制作生活用品 还能用作武器原料的制作 所以大量商人涌入参与开采 不少人因此报复 童话般的瓶颈很快被打破 随着开采的进行 人们发现 博迁是有毒的 虽然并没有传染性 但是患有博迁病的人 会全身逐渐长满白斑 然后痛苦地死去 同时会通过血缘传播 递减下一代人的寿命 而世界政府 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一信息 为了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 向百姓掩埋了真相 等到罗这一代的人出生的时候 代代相传的毒性 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整个国家都被当作传染病原 被彻底封锁 心存希望的兄女 带着一群孩子想要逃离 却全部被军队屠杀 看见父母在自己的面前被枪杀 看见妹妹所在的医院被烧掉 看见最黑暗的人心 可以做出的恶行 他心生仇恨 随后 他混在尸体中逃了出来 找到王下几乎海之一的多佛朗明哥 想要加入唐吉克德家族 用所剩不多的生命 在这个黑白通吃 无恶不作的家族里 杀尽可能多的人 但就在这里 他遇见了可以称作为 再生父母的克拉松 也是多佛朗明哥的亲弟弟 身为海军间谍 卧底在明哥身边的克拉松 不忍心又让一个孩子侮辱歧途 所以百般阻挠罗的加入 刚刚从地狱出来的罗 就是一个怨期忧伤的小鬼 我的父母 妹妹 教会的伙伴全都死了 凭什么你这种白痴 还能活在世上 一枪怨愿 无处发泄的罗 从背后偷袭 给了克拉松一刀 但让他惊讶的是 克拉松居然没有告发他 同时 明哥看到了罗 对于这个世界的怨恨 觉得他颇向小时候的自己 所以决定接纳罗 之后 罗就成为了唐吉克德家族的一员 两年时间里 在明哥的培养下 学习各种战斗技能 但毕竟是小孩 罗在小伙伴面前 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全名 克拉法尔加 迪 瓦尔特 罗 振营起了克拉松的重视 克拉松告诉罗 迪这个隐名 代表着罗也是神的天敌中的一员 可是罗根本听不明白 你这都说的是什么 把我说得跟怪物似的 克拉松焦急地解释 让罗赶紧离开明哥 如果神是指天龙人的话 那第一只一族 就是再次掀起波兰的人 明哥不会让他存在的 完全不懂叛逆的罗吼道 我是为了多杀人 才加入这个家族的 我不是你的小弟 多佛朗明哥才是我的老大 再过一年 我就要死了 离开这里 还能干什么呢 克拉松说 那就离开这里 去找治疗方法吧 根本治不好的 所爱之人全都忘死 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绝望的罗 早已放弃了自己 但克拉松没有放弃 罗怎么也没有想到 整个家族里面 他最讨厌的那个笨蛋 居然是最爱他的人 克拉松暂停了 在海军方面的任务 带着罗四处求医 但对博迁病的成见 依然是人们心头的大山 那些面对罗和博迁病时 别而不及的医生 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罗的伤疤 看到了吧 在他们眼里 我已经不是人了 六个月的时间 罗不止一次逃避着 克拉松 别说什么治病了 我现在好难过 克拉松依然没有放弃希望 别说丧几话 下一次一定能治好 六个月过去 没能帮助到罗的克拉松先生 在深夜自责痛哭 虽然那时候 你用刀刺伤了我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真正痛苦的人是你吧 克拉松先生的爱 给了罗无比强烈的心灵震撼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善良的人 愿意保护我 原来生命里 还能再次遇见温暖的守护 就在两人寻意无门的时候 克拉松接到来自明哥的电话 海军即将与一伙海贼 交易一个名为手术果实的恶魔果实 吃下果实 所谓绝处焚身 克拉松得到消息后 同时背叛了海军 政府还有明哥 抢夺了果实 让罗吃下 但是在交战中意外受伤 他让已经吃下果实的罗 带了他之前收集的情报去找海军 既可以传递情报 又能借海军保护罗 但非常不幸的是 罗错误地将情报交给了 潜伏在海军中的间谍 维尔戈 直接导致了克拉松身份暴露 明哥因为克拉松的背叛 亲手杀掉了自己的亲弟弟 被克拉松藏进箱子里的罗 再一次失去了爱他的人 被果实能力晋升的罗 无声地哭泣着 克拉松这个骗子 说好的因为是亲兄弟 所以不会被杀掉的 说好要在下一个城镇会合 说好了要一起环游世界 却为了保护别人 放弃一切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我爱你哦 本来可能成为第二个多佛朗明哥的罗 因为克拉松先生的爱 有了新的生命轨迹 见识了世间最大的恶 又重逢了世间最美的爱 罗在明哥身上学会了智谋 又在克拉松身上继承了正义 16年后 罗已经成长为11大超新星之一 拥有自己的红星海贼团 身为船长的他 对于向明哥复仇这件事 隐秘而执着 做任何事情 都有着清晰的目标与计谋 顶上战争两年后 罗来到庞克哈萨德 借口探查世界政府的秘密留在岛上 与疯狂的科学家凯撒库朗达成协议 交换了罗与凯撒助手莫奈的心脏 井水不犯河水 但罗的真实目的是要毁掉 岛上存在的一种叫做SAD的实验材料 SAD可以用于制作人造恶魔果实 而制造者正是凯撒 他同时也是多佛朗明哥的手下 罗一旦毁掉SAD 就可以借此削弱多佛朗明哥 当然 罗的最终目的是扳倒明哥 恰逢刚刚进入新世界的草帽海贼团 受到来自庞克阿萨德的求救信息 热心肠的他们闯入岛上 解救被罗分尸的武士 和被凯撒虐待的儿童 同时 一路追捕草帽团的海军本部中将斯莫格 以及海军上尉达斯奇赶到 罗毁了斯莫格的海军船 收缴了电话虫 还利用手术果实的能力 将斯莫格与达斯奇的灵魂交换 并取出了斯莫格的心脏胶给凯撒 后面 连草帽团众人也没能幸免 纷纷被呼唤灵魂 至此 这座世界政府极力隐藏的劲道上 海军 海贼 闯入者 实验品 还有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开始你追我感 热闹非凡 足智多摩的罗 不屑于跟凯撒那种人渣为伍 本来不想任何人干扰自己的行动 但路飞的出现 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知道草帽团一路走来 能有今天的成就不是偶然 再加上要去哪里 都是我的自由 罗心里 门生出了一个计划 他找到路飞 提出结盟 你们可能是偶然来到这里 但这座岛上 有一把足以搅乱新世界的重要钥匙 路飞听得一愣一愣的 但新世界活下去的手段有两种 要么受到四皇的庇佑 要么持续挑战他们 你是不会想去巨人下的吧 路飞当然不会 我还是要当船长 那么跟我结盟吧 罗很诚恳 结盟 我和你结盟的话 也许可以做到 罗继续解释 我有能把其中一个四皇 拖下马的策略 因时而动 与路飞偶遇 短时间内 就能想出一个可行计划 罗颇具谋士之分 面对纳美的质疑 他也给出了答案 我不是说马上就能打倒四皇 果实止 只要按照作战顺序 进行下去 就能找到机会 这是一个经常按计划形式的人 才能有的思维 你说的四皇是指 百受凯多 在罗给出了满意答案后 曹帽团与红星海贼团联盟 正式结成 当然 罗也开始了 他的形象崩塌之旅 高冷腹黑霸道船长 即将解锁喜剧天赋 结门后的第一个任务 是解救幼童和警卫们 然后绑架凯萨 目的不是钱 是混乱 罗提醒曹帽团 在成功绑架凯萨那一刻起 试探会自然而然发生巨大变化 到时候就无法回头了 因为绑架凯萨 就意味着他们将跟多佛朗明哥作对 这可是个极难应付的对手 之后 大家分头行动 依旧冲动的路飞招出了凯萨 后者放出了剧毒史莱姆 路飞等人与海军斯莫哥 落入凯萨手中 同时 罗也被突然出现的维尔哥抓住 被关押的众人 在罗与维尔哥的对话中 得知维尔哥的间谍身份 三年之后又三年 维尔哥现在已经坐到居武首领的位置 同时 唐吉克德·多佛朗明哥的另一重身份 也浮出水面 明哥就是娇可 即是世界政府公认的王下七五海之一 也是在黑道叱咤分云的人物 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 凯萨研究的邪恶武器 也正是被明哥卖到了世界各地不同势力的手中 凯萨也在现场直播 他的丧心病狂的人体实验成果 失控的史莱姆吃下糖果后 变成迅速弥漫的毒气 实验室内 幸亏心思缜密的罗 在跟凯萨合作期间有留后手 将凯萨的海龙石手铐掉包 很快 所有人都顺利逃脱 随后 罗找到了SAD的所在 这要毁掉之时 维尔哥再次出现阻止 斯莫哥现身帮助罗拿回了心脏 电话重力 明哥只能听着罗毁灭性的反抗 你听见了吧 Joker 别以为你们能一直坐稳那个位置 维尔哥 脚完蛋了 你将失去最为重要的部下 凯萨也会被草帽当家解决掉 你将失去所有的SAD 没能预测到这个最糟糕的未来 是因为你太自负了 在你像以往那样高声大笑的时候 也该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我们的行为 绝对会超越你的预期 让你没那么长时间笑得出来 这只是罗复仇的第一步而已 明哥以为罗还是以前那个孩子 他调笑道 还记得以前吗 很有心理阴影吧 怎么可能忘记呢 对维尔哥的恐惧 但他的恐吓并没有什么用 罗用力地活了下来 不不为因地做了这些 就是为了有一天直面当年的一切 做个了结 罗比谁都清楚 距离顶上战争已经过去两年 哪些人做了些什么 你只是保持着平静而已 白胡子 只是给时代画上了句号而已 海军总部整合了战力 大人物们也没有任何动作 就仿佛是在准备什么一样 那场战争 只不过是一篇序章 你一直在说呢 好姐们的新时代 就要与束手无策的巨浪一同来临了 那就看看旧时代的你 和属于新时代的我们 谁更厉害吧 说着 罗一剑砍断了实验室所有的容器 SAD彻底被毁 齿轮已被我破坏 已经无人可以回头 结果如罗所说 凯撒很快就被路飞打败 明哥得知情况 命令莫奈开启 庞克哈萨德的自毁程序 杀掉岛上的所有人 关键时刻 罗的聪明头脑再次发挥巨大作用 原来 罗交给凯撒的并非斯莫格的心脏 而是莫奈的 所以战败的凯撒 为了泄愤 自传的是莫奈的心脏 最终 自毁程序没能开启 岛上众人因为罗的心眼而躲过一劫 成功绑架凯撒之后 罗开启了他的下一步计划 用凯撒要挟多夫朗明哥 趁机毁掉人造恶魔果实工厂 彻底毁掉多夫朗明哥手里的筹码 我们来做场交易吧 现在对明哥来说 最重要的交易对象 是四皇之一的大海贼 百兽凯多 但是SAD被毁 会做的只有凯撒一人 如果被凯多知道 明哥已经无法制造smile 明哥可担当不起 罗非常清楚他的底细 辞去王下七五海 只是要你放弃花费十年时间 构筑的地位 变回普通海贼而已 如果报纸上 看到了你辞去王下七五海的消息 我就再联系你 期限是明天的早报 罗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小孩子 他的智谋 已经足以让明哥焦头烂额 但罗没有想到的是 姜还是老的啦 跟年轻的罗相比 明哥身上又多了一层狡诈 明哥辞去王下七五海的消息 确实上报了 与罗确定好凯撒的交接地的同时 明哥拿出了艾斯的烧烧果实作为诱儿 企图集会草猫团的占领 因为作为艾斯的弟弟 陆飞肯定会亲自取回已是哥哥的果实 终于到达明哥统治下的国家 德雷斯罗萨 罗将生命卡交给纳美 并交代道 放走凯撒 破坏Smile工厂后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卓武岛 我的同伴在那里 万一我们遇到意外 你们就去那里 随后安排任务 但草猫团从不安计划行事 这有点超越了罗对于同门的认知 行动猝不及防的开始了 罗只好带着凯撒前往交接地 同时其他人乔装打扮 探寻Smile工厂的位置 已经到达交易地点的罗 接到了来自山智的情报 多佛朗明哥根本没有辞雕七五海 我们被算计了 从他们上岛开始 就落入了多佛朗明哥的圈套 报纸 战斗大赛 稍稍果实 都是明哥的阴谋 得知消息的罗想要离开 已经迟了 海军大将藤虎和明哥同时赶到 这情况超越了罗的预期 就算明哥是七五海 有身具网位 也不可能做到欺骗全世界 除非你是天龙人 罗一语道出明哥的另一重身份 不过好在手上还有凯撒这个筹码 但海军大将藤虎 本来就是为了 核使明哥Joker的身份到场 却不了明哥将矛头指向罗 想调查我的话可以 只要有对应的觉悟就行 等掌握了缺席的证据后 再来说这些吧 我倒是想问问海军 这次打算怎么处分罗呢 藤虎回答 关于新闻报道 和通缉草帽团一伙同盟一事 若与报道所述一致 两方为同盟的话 即是黑 他们只是成为了罗先生的部下的话 那便是白 藤虎的回答很明确地给了罗狡辩的机会 但罗考虑到 计划已经被完全打破 就算拖着这种情况 回到德雷斯罗萨也只会更糟 所以他选择帮助同伴 拖延更多时间 我跟草帽并不是上亚级关系 正如报道所言 我们是同盟 罗知道他的这个回答 抛给非黑击败的藤虎后的结果 走到这一步 他已经不在乎后果 藤虎当场审判 那么就此剥夺你的称号 报道也不需要做任何修正了 藤虎拔刀瞬间 天上居然掉下陨石 罗赶紧创建入武 砍断陨石 巨大的重力冲击平息后 罗和明哥脚下只剩一席之地 地面被砸出一个大深坑 那么接下来就要逮捕你了 没意义吧 罗先生 随后 罗被藤虎用重力控制 打听工厂消息的草帽团 乘着万里阳光号 出现在附近时 罗利用手术果实屠在上的空间 顺移的能力 带着凯撒逃脱 看着身后穷追不舍的明哥 罗做好了打算 追上来吧 多夫老明哥 如果船现在被他盯上 那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罗试图补救计划 必须想办法把他引到桥上 然后在那儿 把凯撒丢上船 如果能在桥上 和多夫老明哥大战一场的话 应该就能争取到 让船脱身的时间了 不得不说 罗的脑子真的很好使 计划被不断破坏的情况下 他总能够将计就计的 朝目标前进 不过 他再次被单纯的草帽团坑得不轻 阳光号上 众人被斗鱼攻击大声呼救 明哥听后飞声上船 杉智不敌明哥 危急时刻 罗出手救下杉智 却遭到腾虎和明哥的双重夹击 罗准备迎战 一边倒 杉智却看出了端倪 得把凯撒带到更安全的地方去 这我知道 我们几个先走也没关系 但得类斯罗萨 应该只是个跳板 我们共同的目标 是四皇凯多的手机 你是不是对多佛朗明哥 过于执着了 双伤在线的杉智 说中了罗的痛点 随后 罗用乔拉威胁明哥 掩护众人顺利逃脱后 将明哥引到桥上 终于迎来两人的正面对决 罗 ROOM 指挥棒 所发起的物理攻击 都被明哥用线轻易破解 手术果实的能力真够炸的 不过你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吧 从疼苦手下逃脱 又救山智等人 罗的能力已经消耗了不少 此时的明哥也已经清楚了 他们的行动计划 知道罗是在为其他人争取时间 但明哥想不通 你为什么如此信任草帽 罗的回答和当年克拉松的话 如出一辙 D肯定会再次掀起波兰 这是克拉松先生坚信的 所以我也坚信着 罗最终不敌明哥 被关进了王宫 但草帽团的行动还在继续 并且误打误撞地找到了明哥窃国的手段 逐渐了解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秘密 明哥百思不得其解 以为这是罗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是怎么闯入地下的 又为何会冰上砂糖 那些家伙的行动不知为何 总是逐渐朝着对我不利的方向发展 虽然回答着明哥 他们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同梦已经解散了 你说的这些 我基本都无法理解 不过对罗来说 只要事态对明哥不利 那就是好事 罗并不知道 一向没有计划的草帽团 都是这样靠无招甚有招地进行着 当罗终于等到了草帽团解放的玩具人 得到了革命军援助 打分了明哥前来救援的时候 罗觉得计划既然已经失败 结盟也没有意义 为了不连累草帽团 他对陆飞说 虽然很感激你来救我 不过我们的同门关系已经结束了 快从这里消失 陆飞一脸无辜 嗯 你也太自作主张了吧 这种事要我来决定 你给我乖乖听着 陆飞的盟友可不是说散就散的 而明哥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 他开启了鸟笼 用线线果实将整座岛包围 并且操控寄生线 让人们自相残杀 明哥手下实施果实能力者 拔高花田 将王公升到至高处 明哥召告全国 从现在起 这个国家 所有人都是扫金猎人 而猎物就是带头反抗他的草帽团 得雷斯罗萨乱作一团 看着明哥还是成为了 克拉松最担心的世纪恶魔 破旧的罗 决心忘掉先前的失败 他告诉陆飞 我明白事到如今 只能放手一搏了 我也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之前提的方案 虽然兜了一个大圈子 但确实是能够打败 多佛朗明哥的方法 可其实 我也想直接找他 报一箭之仇 刚才我败下阵来 下次一定不会输 13年前 我最喜欢的人 被多佛朗明哥杀掉 他叫克拉松 此时是唐吉克德家族的 最高干部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同时也是多佛朗明哥的亲弟弟 若主动讲起了这些话 惊呆了陆飞 他将一切告诉陆飞的这一刻 或许才是两人真正的结盟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现在他们坚定地有着同一目标 罗也确实没有看错人 草帽团能够在他以为 计划完全失败的时候 化腐朽 为神奇 从根源上摧毁明哥 这一刻 罗的复仇决心表露无遗 他也要放手一搏了 经历曲折 罗和陆飞终于找到明哥正面对抗 明哥通过折磨贝拉米 要挟陆飞 在陆飞崩溃的瞬间 吸取了教训的罗提醒道 要是抑制不住愤怒和仇恨的话 就正中了敌人的下怀 千万要忍住 煽风点火 是那个家伙的惯用伎俩 一旦丧失冷静 就会要了你的命 下场就如我出战时一样 罗非常了解明哥 对付了陆飞 明哥又转头向罗轻描淡写地提起 仿佛再次品尝到了13年前那种绝望 我极力压制自己的愤子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 我也不会这样圈在你的面前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的话 你现在已经作为第三代克拉松 成为我的左膀右臂了 说着 明哥使出影席线 陆飞如莽 无胜重计 将罗看成了明哥的分身 罗一个瞬移 与明哥真身对换位置 陆飞火旋筒出击 郑重明哥 末期的战术 换来了明哥报复性的反击 同时 罗使出了高频手术刀 分挂了明哥手下托雷波尔 正要实施致命一击 却被明哥降无赖线打倒 陆飞也不申被制服 自明不凡的明哥 对罗的手术果实念念不忘 你的能力就是有如此 巨大利用价值 人格移植不必说 另一个逆天之处 想必你也知道吧 如果手术果实的拥有者 具备足够的彩血 那他甚至可以实现 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 所以他也被称作 纠集的恶魔果实 啊 我知道 但我没有兴趣 这个能力的最高境界 就是能给他人 带来永恒生命的不老手术 就算用 也不会用在你多佛老明哥身上 明哥又提起当年 所以我根本没打算 让你吃下他 你这个恩将丑包的小鬼 那可真是抱歉 罗一边回答 一边发动攻击 迪亚曼尼的剑术 弹线 明哥发动武装色攻击 ROOM 注射射击 罗刺出了剑 被明哥的王阻隔 古拉迪乌斯的炮鼠 明哥依旧将罗试作叛徒 是我们 教会了你有关战斗的一切 但我能活到现在 都是多亏了克拉松先生 罗永远忘不了 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 多亏了他 我才能用这个力量 来消灭你们 克拉松是罗心中 永远的怀念 同时也是明哥心里 永远的痛 明哥提起从前 倒是让罗想起了 克拉松曾经的话 罗问明哥 关于D 你怎么看 罗知道了明哥 天龙人的身份 也明白了D 是天龙人心里的恐惧 这跟你没关系 多福老明哥说道 至于草帽小子 你以为他是被命运安排 来娶我这 继承了神之穴的手机的吗 荒唐至极 我也是D 罗继续扰乱明哥的心许 你想说 你来到这里 也是命运使然吗 对从不信邪的明哥来说 这些只是迷信 但被激怒的明哥 还是轻敌了 忘了自己在罗的空间里 注射射击 明哥被罗一级郑重 这种事 就算克拉松先生不说 我也知道 仅凭名字里的一个字 绝不可能打赢你 那只是一个契机 我只不过是来代替 善良的克拉松先生 扣下那天 本应该扣下的班机而已 这就是罗多年来的心愿 这就是你所谓的班机嘛 实力的差距 注定了罗这一战 打得非常吃力 ROOM空间再起 却被明哥一脚踢下 心脉休克一事 也随之落空 罗挥刀斩断了墙体 再次攻击 想取明哥心脏 却被抓住了手腕 这次明哥利用当年罗 送错文书一事 要是那天你没犯错的话 是你招致了克拉松的死 如果那个文书还在 也许降临在这个国家的 种种悲剧 就不会发生了 克拉松费尽心思做的一切 结果都化作泡影了 但这个诛心计 对罗来说并没有用 结果怎样 那得由我来决定 我到死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克拉松先生 当时留下的功劳 说出这番话的罗 随即被明哥用献剧 割断右手 痛苦不堪 就在明哥拔枪 正要杀死罗的时刻 挣脱束缚 却被分身揪成的陆飞 暴揍打碎了明哥的影子分身 回到地面 罗因此逃过一劫 但断壁后 依然在战斗的罗 已经置身死于度外 明哥也很了解罗 出生在白色城镇那样的地狱 童年时 只能看见一片黑暗的未来 之后 算是跟我的弟弟克拉松相遇 还延长了寿命 可就像他的亡灵一样 憎恨我 为了复仇 苟活到现在 为了个死了的人 磨练自己的力量 真是令人惊讶的执着啊 但他还是小看了罗的执着 眼看罗节节退班 明哥以生命为筹码 想让罗帮他做永生手术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罗只觉得无比可笑 好 我答应你 那么 现在马上让克拉松先生活过来 不明白状况的人 是你啊 草帽一伙 至今创造了种种奇迹 就凭你 根本无法打败草帽当家的 也根本不可能从他那里 再夺回凯撒 罗已经将堵住 全部放在了草帽团这边 如果之前 他还是利用的话 现在 罗就剩下对地之一之的信念了 他继续激怒明哥 你的未来 才是已经摇曳不定了 明哥开枪 你背上的文字 克拉松 想要指代什么 还有你那红星海贼团的名字 想要指代什么 你连红星的位置都坐不住 凭什么背负红星 罗 明哥气坏了 不停扣动扳机 罗被枪击倒地 全身都是千弹打出的血洞 罗 克拉松 这样一来 一直继承这无聊的复仇的家伙 就已经消失了 你们的诅咒 也就到此结束了 罗的死 彻底惹怒了路飞 明哥也开始收我 他想要毁掉岛上的所有人 鸟笼收缩 陷道之处 风力如刃 陆飞暴怒之际 耳边是罗的声音 等一下 听我说 草帽当家的 永远留有后手的罗 这次也不意外 新的计划开始实施 陆飞发起致命一击 洋装攻击 当陆飞晋升明哥的时候 罗开启屠宰掌 顺移换位 要消失的是你啊 夺付了明哥 罗一箭自入明哥的胸膛 这个手术 会将从你的体内开始破坏 伽玛刀 明哥不知道的是 罗一直开启着 人眼看不到的 巨大的弱 在被第一枪射杀的时候 就利用替身夹死 骗过了所有人 当陆飞暴怒时 暗中计划 终于由罗 送上致命一击 没有人 能在体内进行防御 两人配合 打倒了明哥 陆飞正要了结之时 只有那家伙 请让我来 罗拖着断臂 怀念着克拉松 一步一步爬向明哥 要亲手杀掉明哥 要扣下班机 克拉松 你的心愿 终于能达成了 一切都结束了 多付了明哥 克拉松他不会扣下班机 如果是我的话 你一定会 也是啊 你跟我是同类 那天杀了他 真是太爽了 明哥还有力气嘴硬 心脏丘克 去死吧 你个恶魔 罗拼尽全力的一招 明哥应该没有回天之力了 但是 明哥的战力 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虽然身负重伤 但很快 就利用现现果实的能力 奔补体内的伤口 战力再次恢复 面对卷土重来的明哥 罗已经没有抵抗的力量 这次 轮到陆飞出面 与明哥决一死战 两人爆发霸王色霸气对捧 最终 果实觉醒的明哥 成为众食之地 抵不住陆飞不要命 且欲强则强的打法 战败 罗与草帽团结盟后 首次大截 正如卡文迪徐所说 这场战争 就算打败明哥 也不意味着结束 这会在世界掀起波澜 你们则会成为疯眼 是啊 正合我意 罗一直都很清楚 时代的浪潮已经来临 各大势力都在叙事待发 世界就要变天了 打败明哥以后 罗跟随草帽团前往卓武 和在此等待已久的 红星海贼团传员会合 在这里 见到了猫腹蛇 和犬蓝公爵 得到了有关陆飞历史文本的情报 与毛皮族结成同盟 随即与索隆一席人 前往和之国 准备挑战百兽凯多 和之国的故事 已经逐渐展开 罗作为海贼王中 难得的谋士形象 应该还会继续发挥 巨大的作用 而他的未来跟陆飞一样 非常值得期待 如果多佛拉明哥 是结束的一代 那么新时代的故事 还要靠像他们这样的 年轻才俊继续书写 有关罗的谜团还有很多 比如 他的惠名是怎么样的伏笔 他曾说过 属于我的位置 到底是什么 他会不会是草包团的 第十位成员 本期关于特拉法尔加 罗的人物介绍 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不要点赞 评论将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